好 我们接到往上看 好 暂停一下 咨询师现在问这句话的时候 代表咨询师现在已经不再悬浮了 干什么了 投入了 因为投入到你的故事中去了 知道吧 好 但大家记住 我们为什么要投入到来访者的故事中 有时候是这个问题 就是当你被来访者的故事所吸引的时候 投入去问他话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有时间去悬浮 比如说你看 如果那个咨询我又没有失败的话 当那个家长把他孩子一年级的时候 做一本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应该详细的去问他几句话 当他问的时候 我就立即开始悬浮来观察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那场咨询 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跟他在后来探讨了 我说你在这个时候 你儿子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正在得精神病的时候 你却和我去探讨他一岁时候的表现 你觉得和现在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分一处 可以意识化 对吧 但是那场咨询的错误 就在于我没有投入 所以他对我的意识化怎么样 置之不理 他不想跟我讨论意识化的东西 他只想跟我讨论 小孩一年级的时候多么优秀 能理解了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使知道 来方者这个东西是错 我们也得跟他错下去 所以你像这个时候 指导师还问了 那有多少孩子 他关心这件事了 但实际上他是投入进去的 故意的 好吧 你继续玩一下看 好暂停 看到没有 这代表什么呢 只要你犯一个错误 他马上就会怎么样 牢牢地抓住 大家知道吗 在商务谈判中 谈判中 这些商场的商战中 你是不能出错的 你只要语言中有一个错误 别人就会怎么样 抓你以后 牢牢地打击你是这样的吧 打击你的目的是为了 让你怎么样 让步 所以你看 这个指导师犯了一个错误 说是陆军 是吧 然后他马上说 你要对听 海军 指导师你要对听 是不是很强势 指导师被他打击之后 指导师一定就怎么样了 就变得 好我再继续注意听 他不停地在 让你救到他的死 所以他们会抓住 你的任何点小错误 他们很聪明 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和高端人士 做咨询的时候 你的小错误 要尽量避免 因为他们牢牢地抓住 并且会用这个错误来 对你实施攻击的 但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真的犯错的话 我们得承认错误 承认错误的目的是 为了让他知道 我们并不回避错误 知道吧 我们并不像 你们在那个就是 商务谈判中一样 抓错就能牢牢攻击别人 不 我们可以出错 我们也会抓住你的错误 但是我们不会怎么样 死抓不放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 大家要意识到 就是在对话中 抓住别人的错误 在谈判中能占领多大的优势 我经常 因为我也教 讲师训练课 我也教演讲课 我也经常跟人谈判 我教谈判课 那么包括 比如说职场中能谈判 包括商务人士谈判 包括 说我们说的高端领导干部谈判 我都要教 那么 我比如说 我经常做很多专车 那些专车 有时候 他服务中有点小错误 我就会打电话 打到他们客服务 然后客服务 他就会派一个 专门处理投诉的人 跟我对话 这专门处理投诉的人 是经过训练的 他们和我说话的时候 就是互相在抓对方的漏洞在哪里 如果我抓到他了 他就会给我赔钱 因为他知道是错了 所以必须要非常敏锐的抓住这些东西 那么这就是代表着 你很敏锐的耳朵听到这些东西 有一次 我是刚好给我的 那个屋子装一套清空系统 然后呢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这样哪地方没安对 他就找是我的原因 他要找我的原因 我要找他原因 对吧 然后他在说说 他又突然说了很久之后 他突然有句话说错了 他说你看你们这个方案一直在来回改 他这句话刚刚说完 我马上叫我说 等一下暂停一下 你刚才说我们的方案来回改 我改过没有 谁来回改方案 不要从这里走开 我们把这句话先说清楚 他直接知道自己说错了 就这一句话说错了 后面他整个谈判全部摆下正案了 所以你看看到 这个来访者用的方案是什么方法 就抓住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误 把海军送的陆军也不算什么错误吧 他都死抓不放 然后在这场资讯里面 后面还有很多次类似这样的东西 把你所有的东西 只要你不符我的 我都要把它抓住 特别明显 我们再往下看看 好暂停一下 这里还把资讯师讽刺了一遍 是吧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 这么辛苦 才有你 才有机会在这里 靠嘴皮的讨饭吃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时候啊 其实咨询师已经不再去问咨询目标了 发现了吧 咨询师现在用的技术 叫做具体性技术 就是只问具体内容了 不再去投射了 也不做前世意识化了 也是好需要修讯法 但又是生意识化了 所以咨询医生 录音误 淹稳 迹评 每统年 尽调性的 关系的 录音误 录音误 演讯 与 Core 录音误 那样是 此外给她 这就是 我爸爸 我爸爸 有迹误 传遍 母书 传独 and of my heart call of others every time I talk to him I ask what he was expecting he end so you break down fine never in the ass it never ends your mother is such a mess she knows she is going to die 好 暂停一下 看 咨询师这时候开始动用分析工作了吧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前面很有意思就是 来访者如果回答你的问题 是因为我想回答你 如果你问的问题是我不想回答 来访者怎么样 他就不回答你 来访者会说不要说这个 说我要说你说的事 所以刚才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 实际上来访者最大对咨询师做训练 训练你什么 你只能问我感兴趣的问题 你只能问我想回答的问题 只有我想说的东西 我们才能互动 只要你说到了另外一些东西 我就怎么样了 我就不和你说了 能理解吧 很多人也是这样做咨询的 还有你们再来看 刚才说到这段时候 咨询师开始动用他的分析了吧 他说很有意思就是 你把你的妈妈的去世这件事 和你的16人的这个 就是这些杀死了很多孩子这件事 放到一起的对比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技术 就是我们昨天给大家说的 四种潜意识编码方式里面的 最重要的三种里面的其中一种 我们说的四种 凝缩置换时空联系象征 我们又说了 象征怎么样 在语言之间中用处不大 对吧 我们更多用什么 凝缩置换时空联系 这个是属于哪一种啊 时空联系 时空联系这个技术 非常有价值了 它的技术的特点就是 来访者说话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顺序 比如说 我给大家画一下图 时空联系的技术特点 它先说一件事 又说第二件事 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想 把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 按照顺序说 是不是代表它们之间有什么呀 可能有关系 对不对啊 也许这两件事之间 有一些比喻的成分呢 对不对啊 或者有一些什么 类似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啊 好 那么咨语师想说明什么 说你看啊 你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你感到悲哀 对吧 你的父亲感到悲哀是吧 好 但是你的父亲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突然又跟别人又怎么样 又结婚了 所以悲哀很快怎么样 也很快 然后说孩子 孩子这件事情是什么 时候孩子去世 但是我却怎么样 没感觉 发现没有 说明这两件事 其实他想做一个类比 对吧 16个人死了 但我却没啥感觉 我睡觉睡得怎么样 睡得很好 他想比喻这两件事 资议师就把这两件事抓住 资议师说 很有意思就是 你谈论到你的妈妈 又谈论到16个小孩死亡 对吧 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说 它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叫实用联系 这种实用联系比较简单 为什么简单 因为它两件事是怎么样的 一起的 好 复杂的实用联系是这样的 就第一种 复杂的实用联系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 第五件事 结果呢 一 三 五 合在一起 是一件事 能理解吧 这就复杂了 就它中间还有 空开的跳的 不相关的事情 它藏得更深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第二种 比较复杂的情况 这种大家也要学会听出来 不过这种听出来的时候 往往是到咨询快结束时候 你会发现 男子的最开头说的事 和他中间某阶段说的事 是有关系的 我们做实用联系 这个要求的 技术水平就比较高了 一般来说 一个咨询师在咨询中 能够开始使用 时空联系的时候 那一定已经是高速水平了 大多数初级的咨询师 都不会知道 如何做实用联系 好 第二种比较难 第三种 第三种的难 难在哪呢 是这样子 也是 比如说五件事 或者三件事 不管几件事 我只是比喻啊 每件事里面有一半 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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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 这几句话 连在一起 是一件事 但是这句话里面 其他部分怎么样 无用 能理解吧 比如说这句话 其他地方无用 这句话 这块无用 这句话 这部分无用 但是每句话里面 有一部分 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件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变得更难听出来 能理解吧 它跳入性更强 它每个部分 只成了一半 但这种语言 大家也可以 给大家一个 就是比较好办的 一个技巧吧 或者说一个 比较好的一种路标 你们怎么要 识别这种情况呢 那就是 来往者 往往说完一件事的时候 突然 这件事 说一半 就像打了 打了那个省略号一样 就开始说到什么 下一件事 那代表这件事怎么样 后面有一段 有一部分潜意识 被他怎么样了 压抑了 比如说 我那天啊 跟一个女孩出去溜冰 哎呀 昨天下午 还有什么事 他就中间怎么样 他不连贯 他这件事说一半 没有说完 那代表后面 可能有什么东西 他不说 前面又有一件事 他说另外一件事去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了 一定这个事 和后面的某一个 这一半事 要组合起来 才构成一个意思 能理解了吧 所以这种 实用联系要怎么样 要难度大一点 总之 你们现在有 这个实用联系的意识了没有 好 案例 大家看到 刚刚那一段 就是实用联系的典型案例 但是实用联系 做的这么好 结果来访者水平更高 这叫做道高一丈 磨高一尺 来访者怎么说的 来访者说 你很聪明 他表扬你 你们发现没有 职场中有些人 他很聪明 他要辩驳你之前 他先怎么样 先表扬你 有时候 为什么他表扬你呢 你很优秀 人一听到表扬 人马上防御怎么样 小讲 但是你很不够 后面的话 才是重点 知道吧 但是后面 才是他这句话 想说的重点 所以他们习惯于 先表扬你怎么样 让你好接受 后面再给你一话 打击你 这是这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有很高的语言技巧 他说 诶 这就是你挺聪明的 但是马上就说 就很忙 你说错了 看到没有 就这样干了 我们往下看一下 稍微倒一点点 往下看看 咱们往下看看 他拒绝这种东西 拒绝收联系 好暂停一下 看又来了吧 词语师刚想问一句话 你只能问我想回答的话 能理解吧 你不能问我不想回答的话 你别抢在我前面 你不要抢我的话一圈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穿着这个东西 所以词语师刚才说 那在休养时间你在做什么呢 这个不着急 我们来谈下点事 相当于这个道理 你会发现 跟有些比较强势人说话 他是不是这样的 他总是打断 你要说的说话的步骤 是吧 他总要把他的话怎么样 拿出来 让你去跟他谈 他想谈的东西 是这样的吧 话语权的争夺 往往是商务谈判 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些高端的实行咨询 他们就在和你争夺什么 话语权 他不会给你话语权 他们不在乎你 换句话说 那么这里面还有个话数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做时空联系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的范式 语言范式里面 往往是这样说 就是我感兴趣的是 另外令我感到好奇的就是 有一点我发现挺有意思的就是 你这段话开头 然后你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后面又说什么什么 你怎么看他们俩人的联系 那为什么我们要前面加个 让我感兴趣的就是 还让我感到好奇的就是 还有一点我觉得 有点困惑的就是 为什么你会把你的妈妈的去世 和这件事放在一起来说呢 大家想想 为什么我要前面加上 让我感兴趣的事 让我感到好奇的就是 还让我感到困惑的就是 为什么加这种三种句式呢 你们觉得 当我们用这种句式的时候 来访者 就会觉得 哎是啊 好像这里面隐含着什么秘密一样的 它是一种探索探寻的口气 能理解吧 所以当你们如果想 想用探索的口气 探寻的口气 你们就要前面加上这句话就是 我感到好奇的事 你们要把这变成你们的话术 要经常说 我感到困惑的事 我感到疑惑的事 然后后面就变成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怎么样 这样去说也行 能理解吧 这是个比较重要的话术 刚才这个咨询师也用这个方法来说 哎 我感到好奇的就是 还有我感到有趣的就是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 这是他的话术 结果有一次 这个咨询师拿他这句话术 去给一对夫妻做治疗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 哎 我感觉有趣的就是 你们两口子怎么怎么样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遇到另外一个人 强势那个人的对他的攻击 丈夫就说 我们俩的生活不是用来拿 不是用来让你拿来有趣的 他一下就把他辩驳了 就说明啊 很多强势人 他总会找出你原中的漏洞的 但是不过呢 这句话就是 我感到好奇的事 我感到有趣的事 的确是我们精神分里面的一种话术 你们把记住 好吧 好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 你问他他想说的话 他会回答你 明白吧 你问他其他话 他就不会回答你的 好暂停一下 这话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虽然这个字幕比较快 我反而要提醒一下 他这里面有两句话 都是非常典型的男性化语言 比如说 我们俩之间谁跑得快 意味着实际上 取决我们俩今天谁来的月经 这啥意思啊 男人有月经吗 那为啥说这话呢 他能听懂这句话 背后舔台词不 不是 看来大家这个潜台词 还不太理解 他代表着 我们谁个娘们 谁今天就会输 懂了意思吧 他这个含义 他说 我们俩男的跑步 谁能跑过谁 取决我们俩今天谁来的月经 实际上他代表 今天我们俩谁弱了 因为女人象征什么呀 弱小 好 第二个 他又说 我们俩跑步 取决于 会不会让路边的炸弹炸飞了那两个弹 这又是个语言 暗示着什么 你从男人变成什么了 女人 那为什么他的语言中 有这么多的强调男人色彩的话呢 这有意味着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如果一个人在语言中 有大量的强调自己男性特征的语言 这可能取决于 或者代表着他特别歧视什么 女性 还有就是你们要注意就是 有的人在语言中 经常说一些 比如说他跟你普通不是特别俗 但他总是说一些 特别骂人的 女性 骂女性的那种话 这也代表什么 他是一个容易歧视别人的人 那么一般而言 我们认为啊 就是像这种 比较语言中 总是带有这种 就是歧视女人的这种色彩的这种人 他们自身是什么样的呀 是自卑的 这能理解不 因为如果你不自卑 你有必要非去歧视别人吗 我们歧视别人 有时因为我们什么 自卑 自卑我们就要找一个替对羊 我们找替对羊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跟别人比较中 产生一种优越感 这能理解了吧 所以自卑人反而更喜欢怎么样 去歧视别人 因为他要喷别人 喷别人的目的就是 哎你看有人比我更弱小 我就感觉怎么样 自己就舒服了吧 好就这个道理 那么在语言中大家要记住 这种语言特点叫做 男性化倾向的语言 过度男性化倾向的语言 在心理资讯里面 有些男人会说 代表他特别有男性的那种 强调自己男性化的特点 强调男性化特点的男人 实际上也是自卑的男人 第二点 有些女人也会说 如果一个女人在他的语言中 有大量的男性化的语言色彩 比如他说一些脏话 说一些男人说的脏话 这代表什么呢 你们觉得 就女人嘴里说 男人的那种脏话 是的 你们说对了 那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术语 那么在金飞语里面 有一个术语叫做 杨具崇拜 杨具崇拜也叫做 阴京崇拜 那么后来呢 有些女性咨询师 就是女性这些分析师 出来之后 他们说 弗洛伊德当时提出这些词汇 很明显就有很强的 歧视女人的特点 他歧视女人 所以说 有些女性咨询师说 如果有杨具崇拜 那一定就有子宫崇拜 然后还搞出了一个叫做 阴道崇拜 我就不用写了 一样的 这都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 人类的文化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一种性别启示啊 好 那么如果有人特别强调自己的 男性化特征 那说明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假如说 看一下社会等级 在男性文化下 社会等于什么 最低等级的一定是女性 是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 最弱的女性吧 最弱的女性包括什么呀 小女孩和老女人 是不是最弱的 她们是最歧视的最底端 对吧 再往上一些是谁呀 中年女人 再往上一些什么呀 年轻女人 对不对呀 是不是她价值在提高啊 我跟你们说 我是有一次专门看过 一个奴隶交换的一个 就是物交换的一个表 是我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看到的 在文物馆看到的 博物馆看到的 上面有看到 就是一个女人 在解放前 可以换 就是换一金盐 还是换一张羊皮 还是换一把枪 然后你会发现 最值钱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你们先想想 完全把人要当动物馆的 不仅仅是年轻冒昧的问题 对了 是 年龄必须要在快生育之前的女人 她就像一个物品一样 她具有什么能力呀 生产能力 你比如说 你想挑一匹马 你挑什么样的马呀 挑一匹还没有怀孕的 对吧 能够生养的马 她是代孕或者说叫做 刚刚成熟的小马 是吧 那养上两年就可以干什么 就生育 这是不是最值钱呀 所以我发现 他们的等价表上 最值钱的就是 大概就是12岁到16岁的 女人是最值钱的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特点就是 这时候可以物交换 那同样 男性文化下 再往上是谁呀 男人 不同等级的男人 这能理解了吧 所以如果不同等级的男人 这个男人假如说 他的社会等级 或者他自己比较自卑 他可能是男人里面的最下一层 有没有可能啊 但他为了解决自己的 这种自卑感 他获得优越感 他会歧视谁呀 对了 同样 你比如说 一个城市 如果我觉得我在这个城市 我是优越感的 我就要歧视外地人 这能理解吧 因为外地人怎么都不如我 哪怕我是我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是一个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人 我也可以去歧视一下农民工 因为他们还不如我呢 能懂得意思吧 所以当一个人嘴上有大量的这种羊具崇拜词汇的时候 他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经分的原理就是 他本身上是自卑的 他特别强调男人的特点 那如果女人也嘴上也有这样的词汇呢 我曾经遇到有一个人 就这样说 一个女性 她说 你怎么这么娘们 她是个女的 她骂另外一个人 她说你怎么这么娘们 很明显 她因为娘不好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对 她也歧视女人 那她为什么要歧视女人 她是女人 为什么要歧视女人 大家想想 为什么呀 对的 她对自己的性别是什么 自卑的 好 你们大家看 比如说北京的土话里面有句话 说的比较多 就是你压的 你压的 对吧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你压的 为什么说你压的呢 对了 它是有这个含义的 是不是这个含义啊 意思就是你女人的 你女人的 哎 就是含义 那么代表着女人就怎么样 就不太好 或者你是个女人就怎么样 你就有 你有弱势 你就有缺点 你就不如我们男人好 就是这是我们说这种羊具崇拜 那么羊具崇拜 它代表的是一种 自卑反而产生的一种补偿 这种理解吧 就是你之所以崇拜羊具 实际上你是在补偿 这大家能不能理解 你是在补偿自卑 所以有人分析过 比如说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 为什么 日本兵的枪是最长的 日本人各自矮 枪拿的最长 在所有国家里面 他是所有二战时候 所有国家里面拿的最长的枪 为啥 拿一个长枪能够补偿他的什么 自卑 这同样的道理 在历史上 还有人发现过 就是皇帝 喜欢用长剑的皇帝 在性功能上 有不住 他也是种补偿 那么大概现在明白的道理了 我们再来看 如果一个女性 她在咨询的时候 她走路的姿势 她的动作 她的语言 都模仿男人 走路就像石碧一样走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她对她的女人身份不认同 那么这是背后 就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了 他为什么对他女人的身份不认同呢 那肯定跟他很多家庭的关系有联系 是这样的吧 好 那么刚才大家听到 这个男的为什么如此多的语言 在贬低女人 在强调自己的男性化特征 刚才已经连续用了两句话了 对吧 大家看完这个案例之后 如果你们全部知道 就把他整个咨询 他总统咨询做了可能四五次吧 全部看完之后就知道了 因为他的爸爸说过 他爸爸说 只有女人和同性恋 才会去做心理咨询 说明他爸爸看不起谁啊 不是看不起心理咨询 其实看不起谁啊 女人 然后呢 他的爸爸 他们家里有传统 这个传统很可怕 他是黑人嘛 黑人当时在美国曾有时期 白人黑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的争斗 知道吧 甚至是一些枪杀 然后有些惨案 在历史上有这样的惨案 有一次的一群白人 就冲进他们家里去了 要杀黑人 然后他的爸爸 然后就把他爷爷就一起拉到这个地下室藏起来 他爷爷有咳嗽 就老想咳嗽 他爸就把他爷爷的嘴捂住 不让他咳嗽 结果他爷爷就为他要闷死了 捂死了之后 然后他爸爸把这件事 作为他们家庭每年聚会的时候 必须要讲的故事 为啥讲的故事呢 讲故事后 我给他顺带来一句说是 黑人没有权利去悲伤 为什么 因为生活环境怎么样 很残酷 你必须要成为什么呀 强者 你才能在这样的白人社会怎么样 活下来 他爸说的话的意思就是 想告诉他们 你们是黑人 我们是黑人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要比男人更怎么样 更男人你才能活下来 所以他爸给他教育就是 你要怎么样 更慢 结果他在他爸这种强行教育下 他举到一个例子 后来大家看案例的时候 他说 有一年他的小孩小朋友 他跟同学打架 人家把他揍了 他爸呢 就把他拉过来 带他去学拳击 学完拳击之后 让他再去打 结果他把人打赢了 所以他爸始终强调就是 你在一个白人社会 你不能做什么 弱者 女人是不是代表弱者呀 所以你看 他的缘中就有很多什么 羊聚崇拜 这能理解了吧 因为他拒绝做弱者 但是荣格的 经济分析告诉我们 阴影原型 比如说这边是阴影 这边是白的 好 阴影原型 荣格说 一个人呢 有多大的羊面 就会有多大的阴面 他有多么的强调 自己的羊聚 他就多大程度上的怎么样 一个相反的东西 会滞长 谁想自群 后来做到最后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有一个潜在的一个 不敢弱的一个心理 能理解吧 就本质让他很 他有弱小的东西 他就不敢让自己弱小的东西 怎么样 出来 他只欲去展示自己的什么 强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杀人之后 他也怎么样 我不能够怎么样 我不能悲哀 悲哀是谁的权利啊 女人的权利 所以我没感觉 他始终在强调 他不能有感觉 但他不能有感觉 他又产生了什么 泪疚感 所以他泪疚感很强烈 但他泪疚感 他就怎么样 意识不到 他意识不到 他自己的泪疚感 意识不到 自己的泪疚感之后呢 产生冲突了吧 他后的行为就是 他说我没感觉 但是我要想去现场看一看 实际上去现场看的 目的上目的啊 是泪疚 结果他去现场看泪疚之后 还有 他又决定要去开飞机 他开飞机的时候 后来发现 他把自己给杀死了 就是他自杀了 他自杀之后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要自杀呢 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什么样 作为一个弱者出现 你看我杀了那么多人 对吧 我又不能让自己去什么样 去内疚 他唯一采用的话就是 那我把自己杀死吧 杀死就可以解决什么了 内在冲突了 所以这个案例悲惨 就不想到这里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从这句话 杨具崇拜 我们以后在咨询中 听到来访者大的杨具崇拜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到 他代表着 刚才我说的所有的含义 都理解了吧 好 那么在这个杨具崇拜里面 还有一些女性 过度的强调自己 女性的特征 其实是类似的 明白吧 就说明 他可能在男权文化下 他觉得很讨厌 他又非常强调 自己是个什么 是个女性 我有次曾经遇到过 有一个人 他就给我啥说 他说 他说这个为啥 平啥非得是 你们男人要跟我们离婚 就说明他特别强调什么 女人要有权利 要主动跟男人离婚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女性过度的强调 这一点 其实也是说明 他对自己男性和女性的性别 他实际上是有自卑的 有自卑才会过度的强调 我女人很厉害 能明白意思吧 他是一个道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关于就是男权文化 洋剧崇拜 还有就是关于女人的崇拜 他一个道理 那么大家在咨询中 特别要观察就是 来访者 他有没有过度的崇拜 过度的补偿 过度的认同 某种性别 过度的强调 自己对别人的优越感 这些背后都潜藏的 一个台词就是 自卑 所以记住 当一个男性 在社交场合中 跟一些女性说话的时候 他嘴上总是不干净 总是那种 很脏的骂女性词汇 会不实的出来 实际上代表着 他是自卑的 能理解吧 这个我刚刚都讲过 他在这个 社会等级里面是什么 是自卑的 因为他瞧不上女人 实际上并不是女人惹他 而是什么 他的社会等级中 他怎么样 他竞争失败了 然后就带来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 家庭暴力 很多家庭暴力 的男人 在社会生活中 反而是失败者 这大家能理解吧 失败者 他要在家庭中 他要寻找什么 补偿 对不对 你们 我在社会生活中 男人都欺负我 我回来欺负谁 我打你 我让你听话 所以他反而更加 强调自己的那个东西 很多时候 有些男人 对女人的仇恨 也是因为什么 他在社会竞争中 失败 你们看这个 白银的这个杀人案 白银杀案里面 虽然我们不能说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那样太武断了 但是也有可能 是这么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你看 他杀害那么多女性 但是他曾经 有一次 他选拔成为飞行员 结果因为正审问题 怎么样了 没让他去 这个经历 使得他后来 那段时间 他失落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 他失败了 然后有人发现 他有段时间没有杀人 而那段 谁没杀人的时间 刚好是他的儿子 考上了大学 但是给他怎么样了 带来了一定的 那个就是自卑的补偿 所以他对女人 如此的残害 其中可能也是因为 在男人竞争中 他怎么样了 他竞争 出一个底级 所以他就把这个竞争 压迫给了 其他的女性 所以其实 一个男人 能够尊重一个女人的时候 才代表他真正在 社会地位中 他没有自卑的问题 能理解吧 他就会表现出尊重 好了 我跟他一人说 他就会表现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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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